第61章 出乎意料的事实 看来找到目标了 克莱恩收回视线 大致做出了判断 因为没有肖像化 死去的冒险家又被烧得满脸乌黑 爱尔兰明显未认出这是目标之一 观察了下形势 倾听了几秒 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后 就指着躺在房屋外面不远处的三四位军方人员 陈生说道 先把他们拖回来 等其他小组抵达 再发动进攻 或者 他犹豫了下 抬头望向正在靠拢这边的深蓝色飞空艇 爱尔兰没再多说 也为指挥克莱恩和达尼兹去做 自己奔向了一洞的昏迷过去 脸色轻子的军方人员 登登 登登 他越是靠近那边 步伐越是无力 到后来 身体已然变得僵硬 每迈出一步都异常艰难 做过皇家海军水手长的爱尔兰 经验丰富 当机立断 不再向前 缓慢转身 一步步往回 他越走越是顺畅 可浑身上下依旧控制不住地发抖 眉毛和鬓角蒙上了一层浅浅的白霜 违反常理的速冻 灾难一样的极寒 借助爱尔兰的尝试 克莱恩把握到了那片区域的危险程度 并犹然在心里感叹了一句 可惜 太阳凶针没法产生真正的炎热 属于精神上的刺激 虽然同样会让身体产生明显的反应 但顶多让人在那样的寒灾里多支撑三四秒 看了眼牙齿的的作响 想说话却开不了口的爱尔兰一眼 克莱恩的目光扫向了达尼兹 他丢掉手杖 低沉说道 火 火 达尼兹先是愣住 但很快就明白了格尔曼 斯帕罗的意思 他也看见了爱尔兰救人失败的全过程 达尼兹又掌掌心凝聚出一团不算明亮的赤红火焰 向着军方人员侧面不远处扔了过去 火球穿过近二十米的距离 落在地面 没有发出爆炸的声音 只安静地往上腾起了燕苗 这赤红的火柱发出滋滋滋的声音 不断缩小 飞快暗淡 突然 他一下扩张 仿佛在垂死挣扎 身穿黑色那致大衣的克莱恩从里面跃了出来 刚好落至那位军方人员的旁边 他弯下腰背 探出双手 抓住了对方的衣物 接着 他脚下一底 腰背发力 猛地往外一甩 这军方人员当即腾空而起 平滑飞出 落在了十米开外 脱离了寒意最严重的区域 而做完这一切的克莱恩 趴地打了个响指 在寒意进入血肉前 点燃了衣兜内特意愤出的一根火柴 赤红色的燕流如水外涌 瞬间将它淹没 等到一切暗淡下来 克莱恩已消失在了原地 一道道火光月初 十亮十面 克莱恩借助达尼兹的火球和本身的火柴在极寒区域不断闪现 简简单单地就把几位军方人员丢了出去 经过两到三次接力 他提着最后一位军方人员回到了原本的位置 埃尔兰已明显缓和下来 竖了竖大拇指道 我很庆幸 也很荣幸 今天做出了请你帮忙的决定 船长 我就喜欢你这么委婉的赞美 还有 记得提高报酬 克莱恩礼貌点头 半转身体 望向窗户敞开的房屋 听见里面的笑声越来越奇怪 达尼兹则在旁边撇了撇嘴 暗骂起埃尔兰 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做出的贡献 虽然我的火球变得像是魔术表演的道具 但也实实在在做出了贡献 这家伙外号公正的埃尔兰 其实一点也不公正 他低估间 阴影笼罩了这片区域 飞空艇来到了对面半空 疏散周围房屋的人 飞空艇上一位军官远远喊道 等埃尔兰和陆续赶到的两个小组清理了附近几栋房屋后 飞空艇压下高度 调整了炮口 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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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炮连发 轰向了那有诡异笑声传出的房屋 听到一声声爆炸 看见剧烈的火光闪现 克莱恩拿着手杖 一时尽有些唏嘘 这就是他崇尚的火力覆盖战术曾经在停根时提出 但无法付诸实践 而今天 海外殖民地军方向他展现了真实的场景 震耳欲聋的炮声里 埃尔兰等分手不同位置 防备着里面的人或者说怪物突围 房屋很快坍塌 硝烟从堆积的砖石木块里弥漫往上 所有的积雪 所有的冰块已然消散一空 突然 一道粗大的闪电亮起 张牙舞爪地劈在了飞空艇上 克莱恩眉头一皱 看见飞空艇彻底静止 听到蒸汽锅炉发出让人牙酸的声音 那深蓝涂装的空中怪物有些失去控制 冒着不大但也不小的烟气 向着侧方飘落 看来有座弹药隔离 气囊外层保护 我还以为会发生训报 直接将飞空艇炸成几节 克莱恩将注意力全部转回了那栋坍塌的房屋 最初感受到深寒 看见男性冒险家被烧焦时 他还以为又遇上了一位魔女 掌握着女巫 魔药配方 与魔女们打过几次交道的他 知晓这条途径的非凡者 从序列期开始 就能驾驭冰霜和黑雁 但刚才那闪电让他否定了这个判断 相信拉蒂西亚确实是摩斯库修会或要素黎明的人 是原装正版的女性 克莱恩念头刚落 那堆积的砖石木块就一下被掀开 仙红与焦黑混杂的人影用手肘之地爬了出来 她是位女性 隐约能分辨出拉蒂西亚原本的样子 这让爱尔兰等人愕然地发现目标已经找到 但和之前相比 拉蒂西亚现在的状态既恐怖又凄惨 她身上长满了黑斑 被炮弹撕裂出了一个又一个仙红的口子 里面蠕动着 仿佛有了自己生命的白色筋膜 她的头顶裂开 脑浆涌了出来 黏在表面 像是一只又一只的小孩 手掌重叠于那里 她青灰色的眼睛失去了焦距 一只瞳孔藏着火焰 一只闪烁电光 她的腹部位置 她的胸口以下 镶嵌着两个痛苦嘶寒的脑袋 正是另外两位男性冒险家 不仅是失控 还有被污染的感觉 在刚才那轮炮轰下 她已经重伤 气息降到了极点 克莱恩没有动手 看着那些军方非凡者有层次的发动攻击 精神刺穿 痛苦之鞭 净化子弹 小口径火炮射击 这么一轮下来 只来得及让地面干裂 并往外蔓延的失控者拉蒂西亚 就彻底崩溃瓦解 变成了碎尸 啪 她的躯干倒在地上 两个男性冒险家的脑袋滚了出来 克莱恩眼睛微眯 发现拉蒂西亚腹部的血肉内 藏着一卷黄褐色的羊皮书籍 书籍表面 用精灵语写着一型单词 天灾之书 这些书啊 笔记啊 怎么总往别人肚子里钻 上次安提哥努斯家族笔记也是这样 克莱恩先吐槽了一句 接着怀疑起这本天灾之书 就是拉蒂西亚这位维考古学家 从海神遗迹里拿走的物品 就在这时 有军方人员把握住两个男性冒险家的脑袋 似乎还能说话的机会 急促问道 你们在海神遗迹里做了什么 海神遗迹 其中一个男性冒险家又痛苦又迷茫地回答 我们没有去过 他努力地移动眼睛 想查看自己脖子及以下位置的状况 西米姆岛的海神遗迹 那军方人员提醒了一句 不 没有 那男性冒险家想摇头 却无能为力 我们去的是古精灵遗迹 拉蒂西亚从里面 找到了一本书 他很喜欢 他很快就开始研究 他 他疯了 他疯了 这男性冒险家嘶喊出声 残余的精神彻底溃散 不是海神失落的神庙 而是古精灵们的遗迹 这和我想的不一样 克莱恩正要仔细旁听 爱尔兰已走了过来 礼貌地请他和达尼兹远离询问现场 拐入另一条街道 克莱恩放慢步伐 思考其整件事情 为什么拉蒂西亚从古精灵遗迹里 拿走那本天灾之书 会导致海神卡维图瓦 在无法维持本身的存在 逐渐走向崩溃 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精灵 海神 按照小太阳的说法 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这位古神 掌握着如今风暴之主的那些权柄 也就是说 精灵里面毫无疑问地 拥有序列三分海王 以及更高的序列二 难道 卡维图瓦这条海蛇 就是偶然间发现了一座 位于海底的精灵遗迹 直接吞噬了某个尚未精灵遗留的 非凡特性 并幸运地撑过暴毙和失控两个环节 才成功获得半神位格 逐渐得到罗斯德群岛土著们信仰的 克莱恩慢慢有了思路 这让他不得不感谢道调人先生 最初小太阳 是没透露八位古神相应权柄的 后来才在道调人的一次次引导下 讲述了一些 这里面就包括了 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的大致情况 至于那种直接吞噬非凡特性 或相应材料提升的事情 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在魔药体系尚未构建完善前 人类先民们为了获得超凡的力量 做过类似的尝试 但只有极幸运的一小撮人活了下来 成为了非凡者 没变成怪物 疯子也没当场暴毙 血肉崩溃 这样的尝试 成功概率是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没谁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如果真是这样 卡维图瓦当初确实非常走运 当然 也有他身体粗壮强健的因素 不过 他的智慧似乎提高不多 也就能骗骗信仰 竟然一直没发现 西米姆岛还有个精灵遗迹 且与他藏身的那个遗迹 有密切联系 拉蒂西亚他们拿走天灾之书后 那个遗迹崩溃 导致卡维图瓦藏身处发生一变 让本就苟延残喘的他 再也无法维持 这倒是能解释 拉蒂西亚他们较为轻松就得手的原因 那里并没有反抗军和海神信徒看守 直到出了状况 卡维图瓦才发现问题 才明白两个遗迹有关联 克莱恩根据刚才的思路 尝试着解释整件事情里 他较为疑惑的地方 而这就包括了垂死挣扎的海神卡维图瓦 为什么不让信徒成为载体 这能减少很多意外 让事情变得简单 以卡维图瓦展现出来的残暴 理所当然的该做这个选择 克莱恩想到的答案是 卡维图瓦想污染并占据的身躯 必须有一定的精灵血脉 只有这样 才能在某种程度上 承受非凡特性的转移 而他触摸时 由于挥舞 由于本身的特殊 让卡维图瓦 一下找到了更好的目标 第六十二章 专家级 克莱恩刚理清思绪 埃尔兰就追上了两人 微笑着说道 找到目标了 排查结束了 我先送你们回旅馆 等两天再把报酬带过来 还有 今天最好不要外出 克莱恩维持着格尔曼 斯帕罗该有的态度 只轻轻点了下头 没开口回应 返回蔚蓝之风旅馆的途中 达尼兹明显有疑惑 或感叹想表达 但碍于旁边军方人员 埃尔兰的存在 只能转移话题 饶有兴致地讨论 今天会有哪些海盗 在这场全程排查里落网 对他来说 那些家伙 只要不属于黄金梦想号 就不算朋友 根本不值得同情 进入旅馆房间 目送埃尔兰离去后 他便关门 便嘖嘖说道 天灾之书 古精灵遗迹 这真是件有趣的事情 不过 精灵怎么弄得和恶魔一样 只是拿了他们的书 随意翻了翻 那个女人就疯了 失控了 你心目中的精灵 是什么形象 活跃于山林海中 擅长烹饪 喜欢自然的生物 哼 按照小太阳的说法 大灾变前的八位古神 都非常暴虐 非常残忍 非常邪恶 这里面就包括了 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 而信仰他 并以他为王的精灵们 大概率不会好到哪里去 具体可以参考 极光会的成员 黑暗纪元存留下来的 那些超凡种族 基本不会和正常人 概念里的好 联系在一起 克莱恩于心里 回答了两句 当然 他并不排除古神云落后 巨龙 巨人 精灵 血族等生物 逐渐摆脱负面影响 最终变得较为正常的可能 但这只会局限于中下层 不包含那些半神级的强者 而留下 天灾之书的上位精灵 显然是后者 念头一转 克莱恩忽然察觉到了一件事情 达尼兹懂精灵文 他认出羊皮古籍的名称是 天灾之书 冰山中将对船员的教育 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不仅仅普及古福萨课语 还教导能撬动 自然力量的精灵语 说不定巨人语 古赫密斯语 也在黄金梦想号的课程里 真是一伙 有知识有梦想的海盗 不过 船长女士 你是不是太偏科了 达尼兹在很多方面 表现得并不及格 也是 主之为宝藏猎人的海盗 最重要的 就是掌握古语言 克莱恩为理睬达尼兹的感叹 将视线投向窗外 此时 天空依旧有些阴沉 似乎随时会降下暴雨 让人不由自主地感觉到压抑 克莱恩微不可见汗手 略感放松地想着 找到了拉蒂西亚 知道了西里姆岛上的古精灵遗迹 风暴教会和王国军方 应该很快就能借助那遗迹 与卡维图瓦藏身处的联系 找到这个越来越疯狂的海神 或者利用那遗迹 加速他的崩溃 这样一来 除了最狂热最虔诚的海神信徒会死亡 其他人基本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克莱恩原本还想着用灵界定位的方法 在 海神 卡维图瓦允落后 官方非凡者找到他藏身处前 潜入那里 顺走宝藏 但这个计划还未开始 就似乎因天灾之输的出现 濒临失败了 呼 也没什么 只存在于想象里 从未属于自己的物品 没有也就没有了 我甚至不知道能收获什么 这件事情这样解决是最好的 克莱恩收回观察天气的目光 心情平静而放松 紧略有些不可避免的失落 这一天 他和达尼兹遵从爱尔兰的建议 没在外出 只在旅馆内活动 而拜亚姆城中 时不时响起零零星星的枪炮声 爆炸声 直到天黑才完全平息 第二天清晨 克莱恩准时起床 发现半空层云叠压 天色依旧阴暗 这说明 风暴教会书籍主教 代法者高级执事亚恩 考特曼和海神卡维图瓦的对抗 还在进行 克莱恩感受了下肚子的疼痛 准备拿份报纸去灌喜事 可看了看正叼着白面包 躺在安乐椅上 悠闲阅读报纸的达尼兹 他又放弃了这个打算 坐马桶的时候 看报纸不符合格尔曼 斯帕罗的人设 虽然这回很无聊 但半眼不能放松 又找到了一个真正自我 和伪装身份 在行为选择上的不同 克莱恩默默坐着总结 走进了灌喜室 退掉裤子 坐到马桶上 他近乎发呆地 看着前方的浅白色墙壁 似乎想从上面读出文字来 就在这时 他灵感突有触发 他忙扣动牙齿 开启了灵石 两根粗壮 高大的白骨 出现于他的面前 正是信使的双腿 信使站在那里 脑袋穿出了天花板 但眼窝内的漆黑火焰 依旧能看到 他为低脑袋 俯视着坐在马桶上的克莱恩 克莱恩抬头仰望 愣了两秒 脑袋里转过的 全是莫名其妙的想法 我是该像女士们一样 匆忙遮掩下体 还是坦坦荡荡 无所畏惧 在他做出决定之前 信使丢下封信 刷地崩解成白骨 暴雨般落下 消失于地板 克莱恩呆冷接住 阿兹克先生的回信 耗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这个信使越来越不礼貌了 没看到我在上厕所吗 都不知道先敲门 或者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塞进来 克莱恩好气又好笑地暗骂道 仔细想了想 他又觉得 从门底缝隙色性 有些为难信使 身高近四米的庞然大物地趴下来 才可以够到那个位置 那画面想一想 还是挺搞笑的 嗯 下次写信的时候 多一段内容 让阿兹克先生好好教一下信使 让他懂得礼貌 克莱恩展开信使 阅读起阿兹克的回复 根据我能回忆起来的知识 我可以提供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必须有足够的前提条件 那就是你 或者别人独属的物品 在海神卡维图瓦那里 这就可以借助占卜 轻松定位 另一个前提是 你可以进入灵界 这方面 我有足够的技巧 以下列出常用的三种 第二个办法是 利用密奇仪式 向红光艾尔 莫瑞亚祈求 它表征着权力与意志 某种程度上 掌握着与灵界生物 灵界地点相关的知识 原来七道近光之一的红光 叫艾尔 莫瑞亚 密奇仪式的原理 是调整自身状态 放开身心 让自己与祈求目标 一点点契合 最终部分重叠 收获对应的知识 而这种契合和重叠是相对的 我收获知识的同时 本身的秘密 也对祈求目标开放了 我可没法信任红光 我有太多的秘密 克莱恩第一反应 就排除了第二种方法 至于第一种 也缺乏成功的可能 克莱恩并没有独属的物品 在海神卡维图瓦藏身处 除非能借助反抗军 送点东西给卡维图瓦 或者找到海神信徒 曾经献祭过的物品的原本主人 而且必须是专属的 送点东西给卡维图瓦 想着想着 克莱恩忽然有了个主意 他一下精神 反复推敲了几遍 认为这有一定的成功概率 蹲完厕所 克莱恩清洗过双手 当即逆走四步 来到挥舞之上 就自己想要做的尝试 进行了占卜 得到了有一定危险 但只要处理得当 就可以承受的启示 做完这一切 他回到客厅 走至安乐一旁 达安尼兹刷地做起 甘笑开口 有什么事情 你知道海神对应的祈祷词吗 克莱恩语气没有起伏地问道 达安尼兹摊了下手 忽然撕了一声 狗屎 他低骂了伤臂一句 转而笑道 知道 我见过好几次反抗军举行仪式 呃 具体是 大海与灵界的卷者 罗斯德群岛的保护者 海底生物的支配者 海啸与暴风的掌控者 伟大的卡维图瓦 对了 有效果的两次 是用精灵语念的 大海与灵界的卷者 姿态摆得很低吗 和我的尊名有本质不同 也是 我是仿造七位真神编的 克莱恩轻轻点头道 你知道 哪里有没人的仓库 废弃的房屋吗 当然 每个大海盗都掌握了一些 达安尼兹毫不犹豫回应道 克莱恩当即转身 走向了衣帽架 带我去 去做什么 达安尼兹虽然疑惑 却不敢询问 码头区 一座肮脏破旧的仓库内 达安尼兹看着格尔曼 斯帕罗拿出三根蜡烛 和多个金属瓶子 终于按捺不住好奇 开口问道 你 你想做什么 克莱恩没有回头 非常平静地回答道 献祭 向谁献祭 达安尼兹饶有兴趣地追问道 克莱恩布置好计台 拿出一个铁质卷烟盒 语气平淡地说道 卡维图瓦 他想的定位 办法就是直接给海神卡维图瓦送东西 只要卡维图瓦收下 他就能借助占卜等手段 找到对方的藏身处 至于卡维图瓦会不会收的问题 他当然有考虑过 认为这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因为卡维图瓦现在的状态 是濒临死亡 非常疯狂 基本不会有理智 仅靠本能行动 而他对挥物气息 也许有强烈的渴求 所以 铁质卷烟盒 试一下卡维图瓦会不会收 如果不收 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就当没这回事情 向海神卡维图瓦陷阱 这个瞬间 达尼兹觉得自己的脑袋有些不够用 完全无法理解 格尔曼 斯帕罗的想法 你疯了吗 他怎么可能接受你的陷阱 就算接受了 又有什么意义 他都快死了 而且 这很危险 达尼兹脱口问道 旋即 他在心里补了一句 不 格尔曼 斯帕罗没有疯 因为他一直都是疯的 克莱恩瞥了他一眼 简单说道 在这方面 我是专家 献祭仪式领域 我是专家级的 克莱恩对此并不谦虚 第六十三章 狂怒的卡维图瓦 达尼兹被噎地说不出话来 样样推到一旁 看着格尔曼 斯帕罗点燃蜡烛 焚烧粉末 低坠纯露 闻了下弥漫出来的味道 他忍不住拔高声音道 用 用错材料了吧 他记得反抗军祭祀海神 食用的不是满月金油 生棉花 杨甘菊这些东西 又不是在向黑夜女神祈求 克莱恩侧头看了他一眼 重新将视线投回了祭坛 没问题 作为一名时常献祭 和被献祭的专业人士 他很清楚 燃烧纯露 金油 草药粉末的作用 主要是两个 一是帮助一是主持者 更好的调整灵性 进入状态 二是取悦相应的神灵 讨好献祭的对象 提高对方回应的概率 这方面 每一位神灵 都有所属的偏爱的事物 而这次献祭 主要依赖于卡维图瓦精神不正常 已彻底疯狂 和他渴求着挥舞的气息两点 二者缺一不可 其他并不重要 只要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 取不取悦 都不会影响仪式的举行 既不会提高成功率 也不会增加失败的可能 完全可以敷衍处理 如果卡维图瓦还有理智 就算我严格遵循了仪式的要求 你认为他会回应我吗 克莱恩赋斐一句 往后退出半步 准备开始最关键的环节 他想了想 没有侧头 直接说道 离远一点 我 达尼兹不怒反省 连忙点头 好 好的 他蹭蹭蹭就跑到了仓库门口 打算一有不对 立刻逃跑 克莱恩半闭眼睛 冥想起重叠在一块的无数光球 迅速进入了状态 他用精灵与低沉送念刀 大海与灵界的卷者 罗斯德群岛的保护者 海底生物的支配者 海啸与暴风的掌控者 伟大的卡维图瓦 您忠实的仆人 祈求您的注视 祈求您收下他的奉献 祈求您打开国度的大门 随着那尖色傲苦的单词 一个又一个吐出 灵性之墙内风声渐起 逐渐剧烈 似乎要掀翻一切 克莱恩一脚飞扬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 另一个金属小瓶 将里面剩余的 千面狩猎者血液 往空中倾倒了大概五毫升 这是极富灵性的材料 狂风吸走了那滴滴血液 呼啸着钻入了 象征海神卡维图瓦的 那朵烛火 无声无息间 那烛火膨胀 扩大成了一扇虚幻之门 表面全是 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 内里隐约传出 海水哗啦的声音 忽然 一切的动静消失了 只有一道喘息 隔着那虚幻大门在回响 就像它背后 藏有一个艰难压抑着 自己饥饿的庞然大物 呼 呼 呼 那巨大的喘息声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清晰 听得仓库门口的达尼兹 都有些头皮发麻 碰 虚幻的大门突地敞开 近乎可以看到 形状的飓风奔涌而出 尖锐的乌拉声里 达尼兹感觉到 无形的灵性之强破碎 发现自己直接被抛飞了起来 就像暴风雨中的小船 狠狠撞在了门上 撞出了砰的一声闷响 它摔到了仓库外面 背后多有目刺滑出的伤口 它手里本能凝聚的赤红火球 则在暴风里瞬间暗淡 迅速熄灭 就像一根燃烧近尾声的蜡烛 而它飞在半空的时候 有看见敞开的虚幻之门后 出现一张仿佛 燃血大喷的猙獰巨口 它露出比人类手臂还长的 略显弯曲的乳白尖牙 疯狂地撞击着虚幻大门 想直接进入现实世界 野兽般的嚎叫之声 则现一步回荡于仓库内部 震得达尼兹盘鼻端同时流血 克莱恩也在刚才的飓风里飞了起来 视线旋即被一条血腥的 分叉地迸发出 咫咫闪电的巨大星子占据 它的身体一下焦黑 僵硬在空中 被蛇心贯穿 化成了纸张燃烧后的灰烬 克莱恩的身影符陷于另外一侧 帽子掉落 衣物凌乱 相当狼狈 幸运的是 它知道会出状况 知道会有危险 一直高度戒备 没有放松警惕 及时用出了指人替身 这时 没有丝毫晃动的虚幻大门后的卡维图� 终于发现 它猛地吸了口气 让蔚蓝的海水从四面八方涌来 于它的喉咙深处 坍塌成一个散发恐怖犀利的漩涡 可以吞噬一条货轮的漩涡 计台上的铁质卷烟盒飞了起来 投进了那个漩涡 盛放草药灰烬的小斧飞了起来 投进了那个漩涡 仓库内许多杂物连同泥土飞了起来 投进了那个漩涡 克莱恩也飞了起来 难以抗拒地投向那个漩涡 它试图打出响指 点燃火焰 跳跃至漩涡影响范围外 可却被犀利伴随的飓风破坏了计划 它的身影豁然变薄 成为了一个指人 随着那指人投入漩涡 浮现于另一个位置的克莱恩再次腾空 无法摆脱那恐怖的犀利 关键时刻 它不再犹豫 让左掌戴着的黑色手套变得苍白 染上了些许阴律 它启用了蠕动的饥饿 直接驱使起钢铁麦为体的灵魂 克莱恩的身体 一下变得沉重 然后往前推出了左掌 一面不散太厚的冰墙凝固于它的前方 帮它短暂隔绝了海神的漩涡 借此机会 克莱恩落了下来 双脚重重一踩 陷入地面 咔嚓 冰墙只维持了一秒钟 就被磅礴的稀里丝成碎片 飞入了巨大海蛇的喉咙里 克莱恩依靠活尸的力量 双脚用尽 固定住了身体 没再飞起 但依然不可遏制地 往着虚幻之门滑行 往着卡维图瓦的血盆锯口滑行 在地上拖出了两道深深的沟壑 仓库外的达尼兹 没怎么受到漩涡犀利的影响 想要凝聚火球 砸向侧方 让格尔曼 斯帕罗跳跃出来 却一次又一次 被撕裂的飓风吹灭 克莱恩离虚幻之门越来越近 鼻端钻入了血腥与腐烂混杂的恶臭 眼前 是沾着乌迹散发寒气的乳白尖牙 他念头急转 迅速有了个办法 那个办法很简单 就是把原子密偶大师 罗萨哥的全黑之眼扔出去 既然你卡维图瓦 制造海水漩涡 想要吞噬一切 那我就让你再服侍一瓶 没有辅助材料的魔药 并附赠真实造物主的精神污染 这样一来 我就不信 本来就快要崩溃的 你能支撑得住 克莱恩咬紧牙齿 将手伸入了衣洞 或许是本能察觉到了 他的险恶意图 也或许是疯狂的 卡维图瓦缺乏耐心 此时此刻 他猛地仰头长丝 让喉咙处的海水漩涡崩坏瓦解 化成无数水滴 喷向了虚幻之门外面 哗啦啦 仓库内下起了暴雨 卡维图瓦的喉咙处 则又凝聚出了一团银白的 耀眼的 无数电光纠缠的雷球 轰的一声 他吐出了那个雷球 暴雨之中 银白的雷球化成一道道醒目的闪电 飞快扩张往外 破坏了简陋祭坛 占据了整个仓库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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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电海洋里 克莱恩的身影不断浮现 又不断浇黑 变成纸线 仓库外的达尼兹 同样受到影响 头发全部竖了起来 身体抽搐般抖动着 连续用掉好几个指人提身 快要接近极限的克莱恩 终于等到了电光平息 而那扇虚幻大门 受到一世被彻底破坏的影响 飞快地不可阻止的合拢了 哐当 海神卡维图瓦的不甘思叫 被隔离在了门外 瞬息之后 虚幻大门完全消失 四周一片狼藉 祭坛之上也只剩下一根蜡烛 虚弱地摇曳着火光 碰 达尼兹前倾到仓库墙上 勉强站立于门口 他想要说话 却止不住地抽搐 唯有用眼神表达自己的憋屈 格尔曼 斯帕罗真的是个疯子 搬西岗的时候 那体验到的惊悚感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 还会因此做噩梦 之前挑选反抗军出品的事物时 又惹来了海神的诅咒 一路之上 吓得我差点逃跑 这次 这次又弄什么陷阱 险些把卡维图瓦召唤过来 刚才真是危险到了极点 他 他怎么就这么热爱冒险 热爱弄出大事呢 一次又一次 在死亡的边缘寻找刺激 这是他疯狂的表现 还是原因 卡维图瓦这海神 还是很强啊 哪怕已经濒临死亡 哪怕隔着陷阱之门 只能透出一部分力量 也差点轻松解决掉我 不愧是可以抗衡海王的半神 克莱恩从地面拔出双脚 看见皮靴已然破烂 与此同时 他发现 不管是幸运还是必然 从任何意义上讲 卡维图瓦都算接受了他的陷阱 因为这巨大的海蛇制造漩涡时 吞掉了那沾染着灰雾气息的 铁质卷烟盒和其他很多东西 也就是说 我可以试着在灵界定位他的藏身地点了 不过得等他死亡 不会再干扰和对抗我的占卜 这种寻找必须进入灵界 无法一直利用挥舞 克莱恩刚悄然吐了口气 就感觉到左掌的手套 一下弥漫出难以言喻的疯狂和饥饿 似乎再等不到食物 就要吞噬佩戴者 附近没有罪恶深重的家伙啊 克莱恩侧头 望向了门口的达尼兹 达尼兹的精神突然一紧 只觉自己 被某个怪物盯上了 即将成为对方的食物 那灵性层面的饥饿感 压迫得他微微颤抖 恨不得立刻转身逃跑 然后 他听见了格尔曼 斯帕罗弹幕的声音 从外面把门关上 好 达尼兹强忍着电击残留的疼痛 将撞飞出去的门板搬了回来 勉强堵住了空洞 克莱恩则抓紧时间 举行献祭仪式 自己向自己祈求 自己回应自己 将快要失控的蠕动的饥饿 丢到了挥舞之上 这下的达尼兹不敢反抗的神奇物品 立刻变得安分 温和而驯服 第六十四章 灵界 回到现实世界 克莱恩熄灭蜡烛 收起剩余的物品 认真检查了下仓库内的情况 让他感觉幸运的是 卡维图瓦制造的海水漩涡 将这里完全清理了一遍 只留下后期喷出的雨水 闪电打出的部分焦黑 数量稀少的灰烬 和克莱恩双脚离出的沟壑 痕迹很好解决 等一下 让达尼兹用火球把这里洗一遍 伪装成海盗间的内斗就行了 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 抽出仅剩的几个指人之衣 趴地甩动小臂 震荡万步 那指人飞了出去 自行燃烧 化作黑灰 做完这一切 克莱恩迈步走向门口 越走越是皱眉 他的皮靴已失去了底部 其余地方也破破烂烂 衣物裤子同样充满碎裂 失路 焦黑等痕迹 这都是刚才那种情况下 无法避免的事情 不是指人替身能够承担的撕裂 来自于海水漩涡的庞大犀利 湿漉漉的感觉 源于卡维图瓦喷出的暴雨 焦黑 则是克莱恩使用指人替身的间歇 被少量闪电打到的表征 哪怕到了现在 已平复下来 他的右小臂 也还残留有电击造成的些许进卵 这一生化了我八磅六速了 得重新配一套了 我沾不出危险 做好了准备 但没想到卡维图瓦 比我预料得更强大 更疯狂 希望之后能有些收获 克莱恩无声摇头 收敛住表情 忍耐下疼痛 来到堵住出口的门板后 屈指敲动了三下 达尼兹一直有些坠坠不安 闻声迟疑了两秒 才搬开门板 发现格尔曼·斯帕罗 已恢复冷淡那脸的状态 不再散发出让人 灵性颤抖的饥饿和疯狂 达尼兹悄然松了口气 跳往了眼里面 随口问道 结束了 没有 克莱恩勾勒嘴角 露出斯文的笑容 还没有 达尼兹吓了一跳 还 还要做什么 克莱恩保持着隐含疯狂的笑容 还需要打扫 这是礼貌 打扫 达尼兹愣了愣 抬起右手 指着自己道 我 克莱恩的嘴角越裂越开 或者是我 那样我会被蠕动的饥饿吃掉的 达尼兹甘笑了两声 该怎么打扫 用火球 克莱恩言语简洁地回答道 作为一名兼职海盗 达尼兹没费什么力气 就明白了格尔曼 斯帕罗的意思 越过对方 走向了仓库内部 这个过程里 他心里犯了嘀咕 有不小的疑惑 船长说 蠕动的饥饿 每天都要吞噬一个活人 可格尔曼 斯帕罗 只有战斗结束才满足他 平时根本没去管 而且 而且 刚才也算发生了战斗 格尔曼 斯帕罗 也使用了钢铁麦为提的冰寒力量 事后却没有投石 奇怪 这藏着什么秘密 某种程度的封印 啪 或者说 他背后的组织 竟然能封印如动的饥饿 达尼兹打扫仓库时 克莱恩站在外面 望着半空重叠阴暗的云层 油然期盼起接下来的事情 已经把占有灰雾气息的铁制卷烟盒送过去了 就等着卡维图瓦这位海神 自己崩溃死亡 希望风暴教会和亡国军方的非凡者 要么还没来得及找到那里 要么留了点他们不重视 但有一定价值的物品 克莱恩缓缓吸了口气 听着背后传出一声声沉闷不大的轰隆声 一家旅馆内 阿尔杰利在窗口 凝望着外面阴沉的天空 上次塔罗会结束没多久 我就拿到了血足的麻醉气体 预备出海 搜集材料 结果 快一周过去 还滞留在拜亚姆 他嘴角微动 摇了下头 这先是有世界狩猎钢铁 麦维提的事情 让他赚了不少 之后 是必须等待赏金 而赏金刚到手 他又遇上了卡维图瓦那条海蛇崩溃 被要求寻找拉蒂西亚等冒险家 考古学家 听说昨天上午的排查里 拉蒂西亚他们就被找到了 待法者和军方 似乎掌握了相当重要的线索 不少人去了西密姆岛 这种事情永远轮不到我 阿尔杰收回视线 拉了拉身上不到膝盖的短袍 低声自语了一句 尽快结束吧 等到卡维图瓦彻底死亡 海啸不再暗藏 他就可以出港 离开慷慨之城拜亚姆 为晋升序列六封卷者努力了 想法转动间 阿尔杰心头一动 转身望向了窗外 他看见高空云层飞快散去 飞红之月静静悬挂 克莱恩睡到半夜 突然惊醒 隐约察觉到了什么 他翻身下床 来到窗边 拉开了脸部 飞红的月华一下照了进来 双华般覆盖在所有事物上 清冷而梦幻 克莱恩的目光投了出去 发现低压的云层已然消失 高空红月明亮 灿星稀疏 这表示 海神与海王的对抗结束了 克莱恩沉吟两秒 收回视线 合拢窗帘 逆走四步 进入了挥雾之上 他坐至斑驳长桌最上手 据现出一枚金币 低面起占卜语句 卡维图瓦已彻底死亡 七变之后 他争的一声弹起金币 看着他跳跃往上 又翻滚下落 啪 这金币落在了克莱恩掌心 国王头像朝上 这表示肯定 表示海神卡维图瓦已彻底死亡 果然 西密木岛的古精灵遗迹 和卡维图瓦赖以维持存在的藏身处 有密切联系 代法者和军方人员刚拿到天灾之书 知晓遗迹情报也就一天多点 卡维图瓦就再也无法支撑了 我原本以为 他还能顽强存活两到三天的 克莱恩一阵感叹 试着 占卜了下官方非凡者 是否已进入卡维图瓦藏身处 可惜 由于没有相应的信息 他占卜失败 没能获得任何启示 想了想 克莱恩改换思路 解下灵白 占不起自己 现在探索卡维图瓦藏身处 是否有危险 这设计他自身 很快就出现了结果 黄水晶吊坠逆时针旋转 速度不算太快 幅度也不大 有危险 可以承受 比之前献祭一事的危险 还要低一些 克莱恩轻轻点头 返回现实世界 开始做行动的准备 他先反锁住了卧室的门 然后布置一试 灰雾之上 克莱恩直接拿起黑黄地牌 将它放入了灵体内 豁然之间 他凝实地仿佛有了血肉 周围弥漫出的黑尘雾气 贴着表面 形成了一副极具威严感的 宛若实质的全身盔甲 但头上却是一顶漆黑华丽的皇冠 望了眼桌上摆放的人皮手套 克莱恩犹豫着 要不要将它戴上 在灰雾之上 蠕动的饥饿近乎被封印 不敢有异动 但只要离开这里 失控般的饥饿 就会让它危害携带者 不管对方是活人 还是灵体 克莱恩考虑的是 黑黄地牌的高位格 是否能在灵体内 压制蠕动的饥饿 让它保持正常 试一下 不行就立刻结束召唤 返回这里 这几乎不需要花费时间 不存在危险 克莱恩拿起蠕动的饥饿 将它戴在了铁黑色的盔甲手套外面 他不再犹豫 踏入召唤之门 借助膨胀的烛火 来到了现实事件 没有疏忽 克莱恩第一反应 就是检查蠕动的饥饿的状态 发现它安分平静 沉浮在了黑黄地牌的高位格下 不错 克莱恩松了口气 依次将阿兹克同哨 生物毒素瓶 太阳凶针等神奇物品 放入了体内 最后 他拿起黑色硬木手杖 准备用它来寻找丢失的 沾染有灰雾气息的铁质卷烟盒 当然 想找到卡维图瓦的藏身处 必须先进入灵界 从里面定位 否则只会失败 至于怎么进入灵界的问题 克莱恩没有考虑 阿兹克先生提供的三种办法 身为一个有智慧 有思维能力的灵体 怎么可能找不到灵界 进不去里面 他稍作平复 观想起无数光球聚集的画面 身心飞快宁静 思绪逐渐发空 灵性一点点延伸 一点点展开 很快 他发现周围充满了一道道 难以描述形体的虚幻透明事物 所有的颜色都变得鲜艳分明 却重叠在一起 灰蒙的雾气则淡知虚无地弥漫笼罩着一切 在深处 在高空 缓慢游动着 七道不同颜色的明镜光滑 他们似乎拥有生命 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知识 这就是灵界 与现实完全重叠 无处不在 如果正巧遇上待法者或军方人员 我就直接结束召唤 返回灰雾之上 克莱恩往前迈出一步 简简单单进入了灵界 只觉自身都虚幻了起来 他身后的黑色披风轻轻荡起 掌中的硬木手仗树直而立 他自带危言感的低沉开口了 我独鼠的铁制卷颜河的位置 敌念之中 克莱恩莫名有些紧绷 因为周围浓郁而分明的颜色里 一双双淡漠奇异的眼睛望了过来 七变后 克莱恩松开手掌 等待启示 那根黑色硬木手仗飘了起来 向着前方不快不慢地浮动 克莱恩跟随着他 飞行于又真实又虚幻 又怪异又神秘的灵界 在这里 只要没有定位 很容易就彻底迷失 再也出不去 当然 这对克莱恩来说 不存在任何问题 真要迷路了 他可以结束召唤 直接返回挥舞之上 克莱恩追逐着前方 时而抛飞 时而下落的黑色手杖 穿梭于分明而重叠的颜色里 经过了一个个无法准确描述的 半隐藏的灵界生物 难以知晓 目的地还有多远 忽然 他看见了一只眼睛 浑圆的眼睛 黑白分明的眼睛 那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没有所属的脑袋 也没有对应的身体 第65章 祭司 黑白分明的巨大眼睛 呈现半透明的状态 静静漂浮于浓郁鲜明的 重叠色块之后 看不出敌意 也看不出友善 这个瞬间 克莱恩记起了《灵界见闻》 这本笔记上的一段内容 亚伯拉罕家族的先祖如此说道 尽量不要与任何灵界生物 对视超过三秒 这属于挑衅行为 除非他们已表达出 想要交流的信息 也不要让自己显得惶恐和紧张 这会增加某些捕食者的攻击欲望 相应的单词流淌于心理 克莱恩收回视线 继续追逐前方飞行的硬木手杖 速度不快也不慢 他这黑色全身盔甲 带漆黑皇冠 配铜色披风的身影 进入了那只浑原眼睛内 又很快掠过 远离不见 为激起丝毫变化 从本质上来讲 灵界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一不留神 就可能遇上半神级的恐怖存在 克莱恩继续穿梭 发现这里真的相当混乱 那七道本 可以标识位置的明镜光滑 虽然一直位于高处 覆盖了天空 但又时常能在脚下 左右 前后看到他们 如果不是有黑色手杖定位 克莱恩根本分不清方向 突然间 他透过淡薄虚无的雾气 看见正常人概念里的左下方 有座漂浮的城堡 他通体黑色 肩顶高耸 长满藤蔓 极有哥特风格 这城堡的顶端 占着个半透明的女子 他近乎和城堡等高 穿着一身繁复华丽 又会暗阴沉的黑色长裙 他没有头部 脖子处存在整齐的切口 下垂的双手 则提着四个金发红眼 长相明念的脑袋 若是仔细端向 会发现这些脑袋一模一样 黑皇帝扮相的克莱恩经过时 这女子提着的四个脑袋 一起眨了下眼睛 克莱恩没有回应 视若无睹地往前飞行 那女子缓缓转过身体 让手里的脑袋目送他远去 这都是些什么怪物 克莱恩念头刚闪 就看见黑色手杖急速下坠 他连忙追赶 又一次尝到了自由落体的味道 七八秒后 他前方出现了一片 若隐若现的坍塌建筑 那建筑之外 漂浮着巨型水母样的灵界生物 他伸展出一根根覆盖 粘液的透明触手 将周围区域纳入了自己的领地 每根触手的顶端 都长着个眼动幽碎的白色骷髅头 随着轻而缓慢的摆动 不断摇晃着 黑色手杖穿过着奇形怪状的灵界生物 悬停在了那片近乎虚幻的坍塌建筑前 找到了 克莱恩先是一喜 旋即沉宁地望向那挥舞骷髅脑袋的巨型水母 他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但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尝试着将黑皇帝牌高位格特性 带来的深沉危言感散发往外 目光漠然地 与那一个个幽暗深邃的眼动对视 凝固般的三秒过去 克莱恩低沉发声 吐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 离开 顶着骷髅脑袋的触手抽动了两下 那巨型水母慢慢漂浮起来 消失在了灵界深处 这黑皇帝牌还是很有用嘛 我都考虑要不要叼阿兹克先生的同哨了 死神后遗在灵界应该还是有些面子的 克莱恩输了口气 往下一降 握住了那根黑色的硬木手杖 接着 他隐含期待地 坠入了那片建筑坍塌的遗迹内 对他来说 哪怕风暴教会和亡国军方的人 已提前找到这里 拿走了最有价值的物品 但只要还有些许剩余也会相当满足 即使什么都没有 能研究下精灵遗迹 看看他们留下了什么信息 也足够了 克莱恩穿透那莲木般的虚无屏障 突厥周围的空气变得粘稠 变得沉重 它的四周出现了晃荡的波光 那来自于填满了这片区域的深蓝海水 海水的底部是一片古老灰暗的遗迹 所有的建筑都已经坍塌或半坍塌 一根巨大的 明刻满奇异花纹和符号的支柱 从中央伸了出来 有植入顶层的趋向 似乎在过去支撑起了这里 但现在 它已折断 绊倒着 靠在附近建筑顶部 克莱恩认得这里 认得这根支柱 这就是海神卡维图瓦的藏身处 现实与临界交融的隐蔽之地 此时此刻 一道不甘的 痛苦的 愤怒的 疯狂的嘶叫长久回荡 不见减弱 正是卡维图瓦死前发出的充满怨念的吼叫 他确实死亡了 克莱恩握着黑色手杖 落到了那片古老遗迹前方的青灰色石板大道上 这大道两侧 立着一根根不算粗壮 不算高大的支柱 上面同样有着与当前象征符号 魔法标识 存在一定区别的奇异花纹 而每根石柱底部 都靠坐有一道身影 他们有的 套着古旧的长袍 有的披着石下流行的棕色夹克 一感觉到有人靠近 他们拿起长剑 斧头等武器 动作僵硬 但迅捷地爬了起来 转向了克莱恩所在的位置 露出风化已久的灰黑脸庞和毫无血肉存在感的干瘪身体 他们狂热和麻木的眼神 同时投向了戴漆黑皇冠 这黑色盔甲的克莱恩 卡维图瓦的虔诚信徒 不过 这也说明 风暴教会和王国军方 还没有找到这里来 克莱恩暗叹一声 将灵星灌注入太阳凶针 低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 神圣 他开启了太阳凶针附带的神圣誓约 通过对应的古赫密斯语单词 为自身的攻击短暂增加了神圣类伤害 啪 克莱恩抖动万步 甩了下手杖 他掠服身体 冲向了奔过来的第一个海神守卫 高速奔跑之中 克莱恩忽然左侧身体 躲过了敌人劈砍下来的斧头 并反甩小臂 用手杖在对方身上 抽出了一道 让灰白裂开的鲜明痕迹 那痕迹内 明镜的金色火焰 无声无息腾起 一下将海神守卫包裹入内 烧得他摇摇欲坠 邓 克莱恩脚下用力 越过了这名敌人 他的背后 完全风干般的海神守卫终于倒下 在金色火焰里 化成了灰烬 邓邓邓 克莱恩背部伏低 脚步飞快往前 时而侧身 时而斜脉地 从一位位海神守卫旁边通过 与此同时 他挥舞手杖 或抽 或刺 或劈 或滑 在干事一样的守卫身上 留下了不同痕迹 邓 邓 邓 克莱恩通过这条大道 抵达了半滩塌的遗迹前方 他轻轻 扬起的黑色披风后面 海神守卫们 变成了一根根金色的火把 照亮了青灰色的石板 和布满花纹的支柱 一阵乱舞中 这些守卫相继倒了下去 再无动静 克莱恩踏上台阶 进入了那半岛支柱所在的建筑 当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条 巨大到难以想象的青蓝色海蛇 他周身鳞片滑腻 长满了与遗迹内各种符号相似的花纹 他张开的巨口咬着支柱 弯曲的乳白尖牙刺入了进去 他头部以下的身体垂落于地面 盘绕着占据了三分之一个广袤大厅 仿佛一座起伏不定的青蓝色小山 但上面布满了各种伤口 或血肉模糊 或能见白骨 他身上已吸出了点点青蓝色的神秘光芒 不怎么快地 向着其中一颗比人类手臂还长的牙齿汇聚 让这略显弯曲的尖利白骨 以缓慢的速度变得挺直 他临死前的嚎叫在这里激烈回荡 使克莱恩十字般的灵体 都出现了轻微的不稳迹象 此时 卡维图瓦的身躯旁 趴着未带神职人员软帽的老者 他头发花白 体表如同灰色的岩石 脸部紧挨着蛇蛆 喉咙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声音 不知道在做什么 那条巨大蛇蛆的周围 还倒着一具巨风化般的干尸 他们和外面的海神守卫一样 却又更加奇异 出现了腹部骨障 乃至破裂的情况 另外 他们的嘴巴沾满了暗红的血液 挂着一根根略显青蓝的肉条 同样青蓝的光点 正从他们身上浸出 向着之前那根逐渐挺直的 白色尖牙涌去 克莱恩还未来得及思考 这样的场景昭示着什么 那趴在卡维图瓦身上 带神职人员软帽的老者 就摇摇晃晃支起了身体 转了过来 他的眼睛闪烁青蓝光芒 嘴边一片血红 牙齿正用力撕咬着肉块 刚才他脸部紧挨的地方 卡维图瓦的蛇躯狼极不堪 缺了许多血肉 几乎可以看见白骨 他在生死海神卡维图瓦的尸体 这 克莱恩眉头皱起 大致明白 这里发生了什么 卡维图瓦死后 大厅内的祭司和守卫们失去控制 疯狂地啃尸起了他的血肉 这个时候 非凡特性还未完全吸出 卡维图瓦的身躯内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许多守卫因此出现了魔药 过量或不同途径特性冲突的问题 当场崩溃 彻底死亡 但这里面总存在信誉 会撑过暴毙阶段 或失控成恶心的怪物 或直接越过几个序列 成为强者 或因不同途径特性混杂 便为拥有扭曲协议能力的疯子 而不管哪一种 都是相当危险的事物 克莱恩的视线 从那名存活祭司的脸部下移 看向了他鼓起如同孕妇的肚子 那里强而有力的骨障收缩着 似乎有一颗巨大的心脏 第66章 对付巨型生物的技巧 充满海水 又半融入灵界的遗迹内 这黑色全身盔甲的克莱恩力 在中央大厅门边 里面是惨遭啃食的青蓝巨蛇 和腹部高高鼓起的老祭司 皮肤灰黑 似乎被风干了许久的后者 眼睛闪烁青蓝光芒 死死盯着头戴漆黑皇冠的莱克 仿佛在思考该从哪里下口 没有犹豫 没有迟疑 克莱恩右手探入体内 取出了一个棕色的半透明小瓶 接着 他左掌前身快速拧开盖子 并随意一甩 将生物毒素瓶丢向了大厅角落 这里的环境 半位于海底 除了焚烧死灵和邪恶的神圣之火 没有任何火焰能够存在 也就限制了克莱恩魔术师 序列的两项重要能力 所以 他只能一开始 就将另外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扔出生物毒素瓶的同时 克莱恩左掌手套 飞快变得灿烂 似乎正在反射中午直照的阳光 他的深周 晃荡的海水染上了金色 一层又一层往外扩散 这是蠕动的饥饿内光之祭司的能力 净化光环 生吃了海神 卡维图瓦部分躯体的老祭司 当然不会文明礼貌 极具骑士风度地 看着克莱恩作战前准备 眼中的青蓝光芒豁然大胜 股胀的腹部又变高了不少 5 一道空灵却凄厉的声音从他体内传出 瞬间就覆盖了整座遗迹 这声音如同一只夜阴的魂灵在歌唱 既美妙悦耳 婉转幽静 又阴冷刺骨 渗透心灵 克莱恩一下僵硬于原地 所有的想法就像遭遇极寒的波浪 于刹那间凝固在了脑海内 老祭司身体瞬间胀大 宛若复活的卡维图瓦 或是从神话传说里走出来的巨人 他撕裂的长袍底下 则嗖嗖嗖钻出了一根根青蓝色的滑腻触手 他们缭绕着银白的闪电 飞快探出 舞动于半空 抽象了呆滞在那里的克莱恩 子 银白迸发 克莱恩倒飞出去 重重摔在了门口 体表的黑色全身盔甲一下暗淡 列出不少缝隙 掌中的手杖则被他无意识扔到了远处 思维异常平静 近乎凝固的情况下 他根本没有使用指人替身的想法 硬挨了对方一击 如果不是黑黄地牌和阿兹克同哨同时加固了他的灵体 以他序列六的本质 这一下必然会遭受重创 甚至被秒杀 那一根根触手又涌了过来 拍打向下 被电醒的克莱恩敏捷翻滚 勉强躲过 他瞄了眼对方的体型 当即掉头 跑出了大门 跑得毫不犹豫 跑得坚定果敢 蹬 蹬 蹬 克莱恩半飞半跑 一副亡命奔逃的样子 老祭司那一根根缠绕银板闪电的青蓝触手 追逐于他的背后 想要将他拉回大厅 但总是被他灵巧地转向 敏捷的动作 及时地翻滚甩开 眼见难以如愿 老祭司腹部又一次张大 清零幽冷的声音再次响彻一击 但这一次 克莱恩有了预备 身体虽僵硬停滞 却被海水浸透 化成了一滩烂纸 老祭司终于动了 迈着沉重但快速地步伐 试图追赶敌人 体型巨大的他冲到了门口 体型巨大的他 砰的一声撞到了垮下来的屋顶和墙壁上 这里的大门 原本是可以让卡维图瓦这样的超巨型生物通过的 但之前一记的崩溃 和这位海神临死前的疯狂 成功让这里坍塌了 大门被埋得只有两米高一米宽的样子 而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的老祭司 就那样直接撞了上去 撞得近乎卡住 一直等待着这个机会的克莱恩 当即停步 转过了身体 他半闭眼睛 挺直腰背 张开了双臂 一道缭绕着些许金色火焰的灿烂光柱 从天而降 直直打在了老祭司身上 他挂在体表的长袍碎片 直接燃烧了起来 灰黑的皮肤和血肉 成块成块地掉落 并在纯净的光滑里 消融蒸发 直到这个时候 克莱恩才看清楚 老祭司腹部有什么古怪 那里鼓张得很厉害 其中几个区域尤为明显 形成了两只眼睛 一张嘴巴的整体轮廓 这就像是老祭司的肚子内 藏着一个人 正将脸部贴在那里 试图钻出 碰 老祭司覆盖焦黑蛇皮的双腿用力 整个人直接从坍塌的门口撞了出来 撞得石块飞扬 海水激荡 他终于脱离了光柱 但身上多是血肉掉落造成的猙獰伤口 就连腹部的那张脸都满是融化的痕迹 登登登 老祭司青蓝触手飞舞 带着银白的闪电 从四面八方抽向克莱恩 他腹部那张脸 则配合得时不时发出 让灵体安静的声音 克莱恩或狂奔 或翻滚 或绕圈 沉着地与对方周旋 你左我右 你前我后 就像再跳狂野的二人舞蹈 这个过程里 他依靠指人替身 一次次承受住了 那空灵却阴冷的嘶喊 石二爷吼上一声 用怨魂的奸笑刺激老祭司 抢在他腹部之脸发出声音前 强行将他打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疯狂的老祭司 一直垂下不动的双手突然抬起 按在了自己腹部 他手臂一拉 硬生生将只是轮廓的嘴巴 撕成了一道口子 里面喷勃出青蓝色的浓液 长出了细米而尖利的牙齿 又是一声吼叫发出 四周的海水倒灌 向那张嘴巴 形成了卡维图瓦 曾经制造过的恐怖漩涡 黑皇帝扮相的克莱恩 被吸了过去 周围飞舞的闪电触手 纷纷回收 要将他拥抱入怀 克莱恩没有惊慌 左掌的手套 很快变得如同纯金打造 腾在半空的他 眼睛盯住了老祭司腹部那张脸 和下方的海水漩涡 瞳孔内活地 亮起两道刺目的闪电 审讯者 精神刺穿 老祭司突然僵住 腹部那张脸皱在了一起 散发恐怖犀利的漩涡 瞬间崩溃 倒卷的波浪里 克莱恩伏低身体 由于般穿梭于力量的薄弱处 躲过了胡乱挥舞的 根根青蓝触手 不断闪烁的银白电光中 他冲到了老祭司身旁 手套的颜色 不知什么时候 已变成染着些许阴绿的苍白 克莱恩背后肌肉一股 双拳疯狂打出 重重击在老祭司大腿 近膝盖位置 碰 碰 碰 他拳头散发出寒气 打得老祭司血肉横飞 打得对方右腿 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周围的海水 更是彻底冰封 这是活师对冰性力量的掌控 老祭司的惨叫声里 那一根根触手鞭子般抽了回来 银白的光芒照亮了整片遗迹 这个时候 克莱恩却没有贪婪 及时停止 连续向后翻滚 躲过了将地面石板抽碎变焦的疯狂攻击 他站了起来 趁老祭司还将印在原地的机会 让左掌的手套再次绽放出阳光般的色彩 克莱恩挺直身体 摆出了赞美太阳的姿势 粗大 明镜的神圣光柱又一次降临 笼罩了巨大的老祭司 克莱恩看见敌人灰黑的血肉在快速崩解 看见他腹部的那张脸表皮融化 露出了里面的情况 老祭司的腹部内 心脏 胃带 肠子等器官胡乱柔合在一起 拼成了一张海蛇的脸孔 卡维图瓦竟然还有点精神残留 半神的意志 真是超乎我想象的强大 克莱恩又一个翻滚 躲过了长枪一样投来的青蓝触手 那一根根触手缠绕闪电 被神圣光柱熔断 插入了地面 抽搐着 扭曲着 蠕动着 明镜光柱很快消散 就在这个刹那 老祭司本人弯曲腰腹 发出了一串剧烈的咳嗽 蛇脸的努力戛然而止 生物毒素瓶终于发挥作用了 克莱恩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又一次站直 展开双臂 拥抱太阳 带着许多金色火焰的光柱 照亮了这片区域 老祭司的身影先是沟楼 继而缩小 仿佛在蒸发 而他腹部的蛇脸 在一声淒厉地惨叫后 彻底消融不见 等到光芒散去 老祭司已恢复了原本大小 骨头近乎融化 挂着一块块灰黑的血肉 他的气息飞快暗淡 临在高速绷解 克莱恩冲了过去 依照本身的怨魂状态 直接做起了通灵 他要确认 这位老祭司是否罪恶深重 他认为自己 必须坚守这个底线 这既是本身的意愿 也是对堕落和疯狂的预防 瞬息之间 他看见了一幅幅画面 正是这老祭司主持活祭的场景 克莱恩不再犹豫 伸出左掌 让饥饿已久的手套 品尝其美食 血肉 灵性和白骨 飞快涌入了 他掌中裂开的猙獰嘴巴内 点点青蓝光芒吸了出来 伴随些许幽黑 刚才的通灵里 克莱恩确认 老祭司生前是一位安魂师 魔药配方及非凡材料 全部来自于 福萨克帝国的战神教会 而他成为海神守卫时 已是失去理智 只懂得听从命令 在卡维图瓦身亡后 依循本能的欲望 啃吃了自己信仰的 这位神灵的血肉 最终特性冲突 扭曲成了怪物 就在蠕动的饥饿宝石时 地上的所有非凡特性 突然涌动 化成飓风 卷向大厅之内 投入了那颗 不再弯曲的白色尖牙 克莱恩眺望而去 只见卡维图瓦的残躯 已完全崩溃 形如烂泥 而那颗吸收了这里 所有非凡特性的蛇牙 变成了短杖 静静插在半岛的支柱上 那白色权杖的顶端 可莱恩见蠕动的饥饿 已满足了胃口 忙奔入大厅 小心翼翼地靠近那根权杖 他还未真正接触 耳畔就想起了 层叠虚幻的祈求声 眼前则出现幻觉 看见了一个个 腐败祈祷的信徒 看见了正位神像 自行破碎 痛哭不止的反抗君 第67章 尚未精灵 层层叠叠地 虚幻祈求声入耳 克莱恩就仿佛 现在有了肉体 脑袋深处一阵阵抽痛 恨不得剧烈撞墙 以痛止痛 那一幅幅来自 不同之人的祈求画面 则让他出现难以遏制的 异常恐怖的眩晕 似乎正行走于深渊边缘 随时会坠落下去 也就是他有黑黄地牌 和阿兹克同少加固灵体 且平时习惯了 被人祈祷的感觉 换作别的非半神序列者 现在已是直接失控 痛苦倒下 蜕变成怪物 或崩溃为血肉 这里所有的非凡特性 借助那根蛇牙 柔合成了封印物 而且危险程度和负面效果 都远远超过了二级 克莱恩没有盲目上前 反倒退后几步 离开了祈求升级中的区域 缓解能让灵体崩解的 疼痛和眩晕 他站在卡维图瓦 一滩烂泥般的身躯旁 凝视起那根插在 半岛支柱上的白色权杖 思考着该怎么带走 与此同时 他已经自然而然地 在心里为那件封印物 取了个名字 海神权杖 嗯 从刚才的感受和反应看 我勉强能够靠近他 将他拔下 但只能支撑几秒 没法携带和使用 不过 没关系 一拿到他 我就结束召唤 返回挥舞之上 那里可以有效屏蔽 这成千上万的祈祷 和我暂时未知的负面作用 让我可以放心地进行研究 克莱恩很快有了主意 无需再抛硬币 怨魂状态的他 本能就可以沟通灵界 得到启示 他的灵性直觉告诉他 这样危险不大 有了决定 克莱恩开始收拾残局 顺便看看 古精灵遗迹里 能发现什么 他先是走到角落里 捡起了半透明的生物毒素瓶 拧上盖子 塞入体内 然后于回头时发现 卡维图瓦烂泥般的残区下 有一个铁质卷烟盒半影半路 这 我还以为他被卡维图瓦 吞进肚子里 已经腐蚀成残渣了 克莱恩嘖嘖称奇 快步走了过去 因为之前被海水里散移的电流 击打得有些麻木 他右手虚体 让那铁质卷烟盒 自己慢悠悠扶了起来 落入他的掌心 目光一扫 克莱恩看到这铁质卷烟盒表面 布满了被腐蚀的痕迹 但还勉强能用 至于当时被海水漩涡吸走的其他物品 则没有丝毫残留 是灰雾的气息 让卡维图瓦不舒服 当场吐了出来 还是这铁质卷烟盒 有了一定的异变 被腐蚀的不那么快 撑到了卡维图瓦死亡 克莱恩疑惑的同时 以随手将卷烟盒放入体内 准备离开后再做研究 这样的场景下 必须争分夺秒 不能有丝毫耽耽 因为克莱恩不知道 风暴教会和亡国军方的人 什么时候会找到这里 他从远处绕过那根半岛支柱 进入了几乎全部坍塌的大厅后方 这里原本应该有不少壁画 但随着墙体的毁灭 以破碎消失 克莱恩一路飞到尽头 才看见一张精致华丽的宝座 被石块和支柱掩埋 仅露出差不多三分之一 宝座左侧 有残余半幅壁画 内容是两道身影的对峙 居高临下俯视敌人的 是一个踩着海浪 顶着乌云 披着暴风的男子 他有较为柔和的 偏克莱恩上辈子 东方风韵的轮廓线条 手里提着根纯粹 由电光组成的长毛 背景是淹没一切的大洋 这男子的下方 是个套着简单白袍的人 他面目模糊 难以分辨年龄 只能勉强看出是位男性 白袍极具古典气息的人脑后 有一轮光运 静静散发出灰芒 如同一轮太阳 他的脚下 有一个分成十二格的虚幻圆形 每一格内都有象征 不同时间的符号 他的背后藏着一片 仿佛帷幕的阴影 阴影内似乎有一只眼睛 正在无声窥视着外面 克莱恩凭借扎实的神秘学功底 和来源于各方的丰富见识 快速做了个解读 海浪 暴风 乌云 闪电 这应该就是古神精灵王 苏尼亚索列姆 果然 和传说一样 精灵五官线条相当柔和 这位远古风暴之主 没有暴躁的感觉 长相意外的不错 这是精灵一季内的壁画 美化自家神灵很正常 太阳般的光运 象征时间的十二格圆形 这不就是阿蒙和亚当的父亲 在外界被传为远古太阳神 在白银城被尊称为 全知全能之神的造物主吗 他背后有一片阴影帷幕 帷幕后还藏着一只眼睛 对了 真实造物主有个形象 就是阴影帷幕后的眼睛 果然 这就是收回古神权柄 有八个天使之王 追随的那位造物主吗 这幅壁画描述的 正是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 对抗造物主的事情 克莱恩收回视线 寻找起别的有价值的事物 依循灵性直觉 他来到那张宝座旁边 将手伸入垮他石块和支柱的底部 掏出了一件物品 这是个被压扁的黄金酒杯 他表面铭刻着繁复而精致的花纹 高脚已然弯折 底部有一行精灵纹 天灾 高西纳姆 这座遗迹的原主人 是一位叫做高西纳姆的上位精灵 他 或者说他 称号是天灾 嗯 和拉蒂西亚他们发现的 天灾之书 吻合 两处遗迹应该都属于 高西纳姆这上位精灵 彼此间有相当奇妙的联系 可惜 这黄金酒杯 只是单纯的酒杯 仅仅因为铭刻着上位精灵的真名 带有些许灵性 如果高西纳姆还未陨落 哪怕只是一个真名 也能让酒杯具备不同寻常的能力 可惜 克莱恩初步判断 高西纳姆已经死透 因为海神卡维图瓦 就是他的继承者 不过 克莱恩对此无法肯定 因为时隔几百几千年后 那本天灾之书 依旧有让拉蒂西亚 这序列不敌的非凡者 发疯失控的特质 而且 这不像是海神卡维图瓦 能够办到的事情 难道上位精灵高西纳姆 有分割自身非凡特性的秘书 卡维图瓦继承的 只是其中一部分 另外大部分是 天灾之书 特制的源泉 高西纳姆死而未将 当然 吞服高西纳姆 非凡特性时的卡维图瓦 只是个没什么智商的野兽 谁也不知道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许 有部分特性流失 凝成了封印物 在卡维图瓦战败后 落入了风暴教会手中 嗯 下周的塔罗会 通过世界问一问小太阳 他应该知道 高西纳姆究竟是谁 其实 也不用问 他今天又奉献了 两页古代神话 下次也许就有 克莱恩念头一转 将那酒杯也塞入了体内 毕竟这是黄金打造的 而且 就算尚未精灵 高西纳姆未死 与酒杯存在一定的联系 也有灰物可以屏蔽和隔绝 简视了一遍 现在没有别的收获 克莱恩快速飞回外面 将黑色硬木手杖拾起 稍微处理了 之前战斗留下的痕迹 然后 他抽出一张指人 随手一抖 甩了出去 让他在海水里飞一块湿烂 化成粉末 前面的部分能干扰 接下来我就没时间 也没机会影响了 还好 我现在是黑皇帝扮相 卡维图瓦的残骸 血肉已没有价值 骨头又太重 也许会影响我拿海神权杖 克莱恩借助冥想 稳定住状态 快速飞向了 插在半岛支柱上的白骨短杖 虚幻层叠的祈求声 又一次钻入了他的耳朵 或虔诚 或哭泣 或狂热 或麻木的祈祷者们 模糊占据满了他的世界 抽痛和眩晕两种感受 越来越剧烈 克莱恩靠着丰富的经验 和黑皇帝牌 阿兹克同哨的加固 勉强支撑 终于来到了海神权杖的旁边 他伸出右手 握向了白骨权杖的中断 两者刚有接触 克莱恩眼前的画面就一下清晰 耳畔嗡隆隆的虚幻声音 瞬间真实 他看见那个坐轮椅的光头 反抗军卡拉特跌倒在地 艰难地爬向自行碎裂的 卡维图瓦神像 口中反复送念着尊名 眼里尽是绝望 他看见那个有青蓝海蛇纹身的 埃德蒙顿腐败在诡异流血的 另一尊卡维图瓦神像前 不断用头碰撞地面 撞得血肉模糊 他看见平民窟里 一位位信徒躲在家里 流着眼泪 麻木地坐着祈祷 克莱恩体表的黑色全身盔甲 再也无法支撑 飞快崩溃 与此同时 他凝视的肌肉一股 手上用力 在层叠回荡的祈祷声 和清晰繁多的画面里 猛地拔起了那根 象征海神权柄的白骨短杖 哗啦 整片遗迹的海水激烈涌动 或晃荡不止 或坍缩成了漩涡 带着漆黑皇冠的克莱恩 平静握着那根海神权杖 身影一下消失 直接返回了挥舞之上 当熟悉的威鹅宫殿映入眼帘时 塔尔畔的祈祷声 和眼前幻觉般的场景 已然消失不见 克莱恩坐在属于语者的那张高背椅上 抬动右掌 沈士奇镶嵌着苛刻青蓝宝石 数不清的光点漂浮 每一点都似乎对应着一个祈祷的信徒 这让权杖乳白的身体 灰芒流转 既迷幻又神圣 这一刻 克莱恩感觉 这权杖就是海神本尊 第68章 封印物的负面效果 经过一阵折腾 克莱恩初步弄清楚了海神权杖的能力 他能制造海啸 能刮起飓风 能产生暴雨 能带来雷击 能让人飞行于天空 漫步于海底 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他近乎无法损坏 可以直接砸烂敌人的脑袋 他能让持有者 在无其他强力因素叠加的情况下 永不迷路 他能提供超乎想象的平衡能力 驱使诸多海底生物 回应信徒的祈祷 并使人获得海怪一样的力量 等于一片海域的主宰 这对克莱恩来说 真的已经属于神灵级 哪怕在地球上 也可以对抗航母编队 别看他现在是序列6 有不少实用的非凡能力 于普通人眼中 算得上货真价实的强者 属于传说里才有的人物 但本质上依然脆弱 依然更接近于人 真要情况合适 一把左轮手枪就能解决他 当然 死后复生 接关而起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而海神权杖拥有的那些 却全部超越了人这个层次 是民俗故事里 是民众心目中 确凿无疑的神灵或恶魔之力 难怪从序列4开始 就被称为半神半人 这真的是更像神而非人 克莱恩无声感慨了一句 然后自嘲笑道 如果我能正常使用海神权杖 已经可以担任职业者的高级执事 成为教会最有权力的 二十几个人之一 因此 赞格维尔 要是没有零 零八 又伸出海上 我都能立刻向他复仇 甚至有不小的成功希望 但我能正常使用海神权杖吗 不能 克莱恩刚才已经发现 海神权杖的负面效果 大的惊人 在黑夜教会内部 绝对能轻松获得 一级封印物的评价 并且 不知道死多少研究人员 才能弄清楚 最佳的封印和使用方式 海神权杖的负面效果 一共有三个 一是 让持有者变得暴躁 很容易就愤怒 很容易就头脑过热 二是周期性 让一定范围内的全部生物思维凝固 并抽干它们的血液 包括持有者 至于范围有多大 周期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并非专业研究人员的克莱恩 难以给出精确的描述 只能做粗略的估算 认为范围是600米到1000米 周期是20分钟到35分钟 三是汇聚并呈现信徒的祈祷 声音与画面接备 这很容易就让 灵不够强大的非半神级持有者 直接崩溃失控 第一个还好 如果只在短时间内使用 愤怒和暴躁 都是可以接受的 简单来说就是 拿着这么强的封印物 忙就完事 第三个 其实有办法规避 海神对信仰的回应 是有距离限制的 也就是说 只要离开罗斯德群岛和附近海域 根本接受不到信号 也就不会被影响 嗯 如果一直放在灰雾之上 似乎能打破距离的限制 只是祈祷的声音或画面 会被屏蔽还原成光点 不对我产生丝毫影响 让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回不回应 回应谁 怎么回应 而我回应的时候 是能使用海神权杖力量的 最大的问题是第二个 我自己还好 化身成黑黄帝时 属于怨魂 无血液 不怕被抽干 但周围的那些生物就惨了 这个完全不分敌我的 而且 周期也不好把握 总不能遇到危险情况 先和敌人商量一下 我们改个时间 改个地点再约 克莱恩仔细思绪 构想了几个使用海神权杖的场景 但这都依赖于环境 依赖于事前准确的判断 几乎不具备太大的可行性 呼 难道他的命运 就是待在灰雾之上 在类似阿蒙的人 试图摸上来时 给他们一梭子 不 一闪电 对了 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当正义小姐 道调人先生他们祈求帮助时 我不再只有指天使这个选项 还可以提供雨水 挂一下风 当然 这都可以像太阳凶针的进化能力一样 以指天使为在体 认真想一想 有了海神权杖 我在挥舞之上 可以表现得像个真正的半神了 克莱恩的心情逐渐舒畅 因为他发现海神权杖在当前 并不是完全无法利用 这能让他的骚操做多不少 他收回注意力 重新将视线投向顶端 镶嵌着苛苛青蓝宝石的白骨短杖 思考起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 要不要回应海神信徒的祈祷 卡维图娃已经死了 没必要再给那些人 提供一个信仰的对象 可是 就算还活着的祭司和反抗军高层 注意到异常 不再收获回应 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们也不会真正接受最坏的结果 人总是会抱着侥幸心理的 习惯去自我安慰 自我催眠 尤其身处看不到曙光的险恶环境时 更是如此 就像白银城 两千多年过去 还在祭司那位造物主 相信自己等人 只是被厌恶遗弃 总有一天 能再次得到回应 也就是说 海神狂热的信徒 在得不到回应后 不仅不会相信 卡维图瓦已经陨落 从而停止活迹 还将加大力度 希望再次获得神灵的眷顾 没有几年 十几年的宣传和打击 很难让他们清醒 当反抗军 没有了卡维图瓦 这土著神灵的支持 恐怕只能全面 倒向福萨克或因蒂斯 那个时候 带着偏激信仰的他们 很可能被驱使着 做不人道的事情 比如 袭击平民聚集的场所 比如 让那些眼神 还残留着天真的孩子 挡在前面 需要给他们些引导 需要告诉他们 什么叫正确的信仰方式 但不能给我自己造成负担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点帮助就行了 我不负责拯救他们的命运 克莱恩手指倾 敲斑薄肠桌边缘 忽然低笑了一声 不是要做真实扮演吗 海神卡维图瓦 就是一个不错的对象 就是不知道 这算不算经历了 挥舞的隔断 无法收获反馈 哼哼 总要试一试 才能弄清楚 克莱恩很快做出了决定 莫名觉得神清气爽 他斟酌了下 先是具现出需要的场景 继而握住海神权杖 蔓延出灵性 接触其中一个光点 阑山倒的丛林内 一个隐蔽的山洞里 光头反抗军卡拉特 从自己的轮椅上摔了下来 眼神又绝望 又迷茫地爬向前方 自行破碎的卡维图瓦神像 他隐约察觉到了什么 但又不愿意相信 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的坚持 所有的牺牲 所有的痛苦 都将毫无意义 不 他无声嘶喊 不断低念着 海神卡维图瓦的尊名 试图得到神灵的回应 他双肘撑地 手指抓入了泥地 一寸一寸 磨到了那尊碎裂的神像前方 捧起了石头雕刻成的海蛇脑袋 发现眼睛位置诡异点 凹陷成了黑洞 牙齿已一颗颗掉落 卡拉特近乎凝固 眼前似乎失去了光明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看见了 一道模糊的人影 看见对方背后 是涌入天空般的深蓝海啸 和树枝般分叉的 一道道银白闪电 惊恶之中 卡拉特本能低下了脑袋 心里豁然涌现出 不敢相信的喜悦 他看见那人影的脚底 是簇拥着的海浪 周围是盘绕着的飓风 整体威严神圣 高远博大 然后 他听见了一道淡漠宏大的声音 我已归来 声音回荡间 卡拉特莫名流下了眼泪 与临界半交融的海底一济内 克莱恩离去十来分钟后 冲涩着这里的海水 突然哗啦作响 倒灌了出去 只是二三十秒的功夫 精灵一记内 就干燥地仿佛处在陆地之上 新鲜的飓风刮了进来 带入了可以呼吸的气体 一道道人影 在飓风里落下 为首者是位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 外表年龄 也就刚四十的样子 脸庞线条坚硬深刻 身体肌肉快累分明 撑起了宽松的风暴教诗袍 这正是风暴教会书记主教 罗斯德海域大主教 代法者高级执事 海王亚恩 考特曼 他有双深蓝色的眼睛 铜色的头发 比正常人粗一倍 就像是一条条小虫 一根根触手 亚恩 考特曼身后 跟着不少代法者 和军方成员 他们正又期待 又慎重地审视周围环境 不应前方有半神保护 就放松要求 就在这时 他们听见了一道哼声 旋即被飓风卷起 一口气来到了一记大厅门口 他们看到 里面躺着条血肉成泥 露出白骨的巨大海蛇 除此之外 再没有任何事物 是谁 亚恩 考特曼压抑着怒火 嘀吼了一声 随着他喊出这句话语 上方哗啦落下了一道海浪 海浪回荡于半滩他的大厅内 迅速平静成无风的湖面 湖面倒映出了之前的场景 一个无法看清楚的人 引拔起了镶嵌青蓝宝石的白色短杖 引来了海水的激荡 和遗迹的动摇 亚恩 考特曼吸了口气 背对众人道 找出他 这个时候 克莱恩已挑选出相对重要的十来位信徒 一一做了回应 主要是给出新的圣约 我已归来 当赦免过去 救赎你们 第一届 不可活祭 不可以人为祭品 第六十九章 十届 第二届 不可忘称我的名 第三届 不可有别的神 第四届 爱你父母 丈夫 妻子 儿女 如同爱我 第五届 不可奸淫他人 第六届 不可杀害无辜者 第七届 不可作假 不可诬陷 不可毁约 第八届 以心是我 而非祭品 第九届 做小恶者 必先赎罪 后的宽恕 第十届 帮助同胞 同伴 就是称颂我的名 一条条圣约 在光头反抗军卡拉特的耳畔回响 让他完全匍复了下来 将头埋在地面 控制不住的轻微颤抖 又进又围又激动 作为一名中序列的非凡者 一名曾经到福萨克帝国 接受教育的反抗军 他拥有足够的见识 明白对海神的崇拜 更多基于恐惧 对强大力量的恐惧 对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风险的恐惧 许多仪式还保留着原始的血腥 属于不仁道不文明的落后信仰 迟早会被淘汰 但从小养成的信仰 让他不敢违背神域 只能将改造仪式流程的想法 深埋在心底 并尽可能地避开与自身想法冲突的环节 现在 海神突然地改变 让他异常欣喜 似乎看见了一个外来者口中的原始图腾 正向着正神进化 我们有福了 反抗军有福了 真正的信徒们有福了 卡拉特是显模糊的掠台脑袋 诚恳地摊开双手 贴于嘴边 必遵循您的道 如同赞美您的名 他眼前的模糊身影消失 耳畔的宏大声音消失 山洞内的景象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但卡拉特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不再与过去相同 他双肘联动 飞快爬回了轮椅旁 重新坐了上去 转到山洞另外一侧 卡拉特很快就遇上了埃德蒙顿 这有青蓝海蛇纹身的反抗军 立于诡异流血的神像前 额头赤红与乌黑交杂 又肮脏又猙獰 不过 埃德蒙顿的表情却是喜悦的 振奋的 满足的 他望向卡拉特 脱口问道 你获得神域了吗 嗯 是神的气息 和以前一样 卡拉特激动点头 神不仅已重现大地 而且重铸了他的圣约 埃德蒙顿舒了口气道 我刚才怀疑自己产生幻觉 看来只需要外来者触碰圣剑 神就能重现大地 不用完全举起 卡拉特复合道 确实是这样 现在的神像破碎和流血 是因为神已改变了形象 我们必须建造新的 就按照刚才看见的画面 神还展示了他的圣灰 海浪符号之上 插着形如闪电的权杖 四周缭绕狂风 埃德蒙顿边回忆边说道 卡拉特当即拍了下轮椅的扶手 我们现在就去找大祭司 他应该也获得了神域 我们将迎来新的世界 挥晤之上 克莱恩放下海神权杖 疲倦地揉了揉额角 他刚才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海神权杖可以响应仪式魔法 也就是提供一定的力量 帮助祈祷者完成仪式 达到目的 但这只能集中在本身领域 且不能超过上限 能做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举个例子就是 黑夜女神可以通过 影响命运的方式 让信徒自然而然地 获得所需金钱 偿还账单 而海神权杖顶多 就是将祭坛上的白纸 伪造成现金 并且过不了多久 就会失效 还原成真正的样子 而且在挥舞之外 只要符合流程和际语 海神权杖是能自行响应 仪式魔法的 除非必须一次性调动 超过一半的力量 这也许就是仪式魔法的步骤 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挥舞之上 祈祷被屏蔽还原成了光点 海神权杖无法再自主响应 必须我手动处理 这就相当麻烦了 我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 当然 这也有好处 那就是 只要祈祷词没错 准确指向了海神权杖 不管仪式步骤有多么敷衍 都可能获得回应 前提条件只有一个 我心情好 等有空地想想办法 让海神权杖即使在挥舞之上 也能成为自动应答机 捏个指天使 没用啊 没有注入灵魂 做一个呆板机械的傀儡 处理重复繁琐的仪式魔法响应问题 嗯 不知道密偶大师 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至少罗萨哥只表现出来 将人如木偶一样操纵的特性 克莱恩思绪渐渐沉淀 目光移到了那个铁制卷烟盒上 经过研究 他发现 这外表腐蚀严重的卷烟盒 真的产生了一定一变 更结实更坚固 更耐腐蚀了一点 但还在正常人类 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内 不具备特异的性质 但如果将它放在这里几年 几十年 或者长期装着非凡特性 神奇物品 也许有一天 它真能净化成 效果会逐渐流失的封印和 克莱恩嘴角微动 侧头望向了堆在角落里的杂物们 它们被灰雾覆盖 近乎与四周融为一体 呵呵 克莱恩甘笑两声 收回了视线 他又把玩了下 那个被压别的黄金酒杯 确认不存在什么问题 做完这一切 他进入现实世界 再次召唤自己 将太阳凶针等物品 带回了旅馆房间内 此时此刻 高空云霄月记 飞红安宁挥洒 整个慷慨之城拜亚姆 依旧沉睡于梦中 上午九点 海浪教堂 阿尔杰授召唤过来 又一次借告解的名义 见到了教区主教乔戈里 寻找这个人 乔戈里将手中的肖像画 递了过去 又有任务 最近这是怎么了 阿尔杰在心里嘀咕了两句 随手展开了纸张 当他看清楚画像的内容时 差点控制不住嘴巴 笑出声音 这画的简直看不出是男是女 长什么样子 怎么找 刹那之间 他念头一转 没去掩盖情绪的变化 故意脱口而出道 这是谁 画像上是个异常模糊的神秘人 不具备任何可以帮助寻找的特征 昨天还没有这个任务 今天上午就突然要求追捕 昨晚发生了什么 嗯 卡维图瓦彻底陨落 这样一来 教会和军方必然会去寻找他的遗留 心里母岛就是线索 这个人抢在他们之前 拿走了最重要的物品 这个人是谁 阿尔杰的心灵一下震动 险些不敢与乔戈里对视 乔戈里点了点头 一个肮脏的 卑劣的小偷 他可能是英蒂斯或福萨克的人 可能属于太阳教会或者战神教会 英蒂斯或福萨克的人 太阳教会或战神教会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和判断 亚恩 考特曼阁下 在现场只能获得很少的信息 无法明确目标 这种情况下 确实可以初步判断 这个人来自英蒂斯或福萨克 因为支持反抗军 支持卡维图瓦的 主要就是这两个国家 哼 有理由相信 他们也许早就掌握了卡维图瓦的藏身处 和我刚才的猜测吻合 当然 也可能是别的事情 阿尔杰收敛住情绪 开口问道 他做了什么 你不需要知道 留意拜亚姆的英蒂斯 或福萨克人 有什么异常就行了 嗯 包含已经成为非凡者的本地人 另外 找一下之前将布告 贴到教堂正门的人 他们也许知道点什么 这很快会有进一步的信息给你 乔格里沉生吩咐道 这确实是个方向 这不就等于告诉我 这个人和布告和卡维图瓦陨落之事有关 不知道卡维图瓦遗留的非凡特性 落到了谁手里 对了 世界在拜亚姆 他刚来这里没多久 卡维图瓦就出了事情 难道这就是语者先生的目的 这有助于他更多的揭开封印 恢复力量 阿尔杰的瞳孔陡然一缩 想起了前段时间的猜测 一觉醒来 昨晚收获颇丰的克莱恩精力充沛 心情相当不错 他决定 今天好好犒劳自己 早午晚餐都务必丰盛而美味 推门进入客厅 他看见达尼兹已经起床 正在拆手臂的绑带和加板 好的这么夸 克莱恩略微愣了一下 见格尔曼 斯帕罗望来 达尼兹呵呵笑道 我的恢复能力还是不错的 我的序列九叫做猎人 身体各方面的素质 都有得到明显增强 超过了正常人类 与格斗有关的部分 提高的更多 而我现在已经序列七 序列九猎人 我杀过一个 而且我还知道 对应的序列六角阴谋家 克莱恩一下回想起了 初至贝克兰德时遭遇的第一个敌人 那让他陷入一个极大的漩涡 险些难以自拔 序列八 挑衅者 克莱恩随口问道 他很早就从达尼兹 擅长用火这点 猜到了对方的非凡途径 那是被罗塞尔称为 铁蟹真汉子道路的宏祭斯途径 序列七叫做纵火家 古称火法师 达尼兹正了一秒 以为格尔曼 斯帕罗在怀疑自己 不自觉拔高了音量 难道你认为 我不擅长挑衅 不 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第七十章 大手笔 达尼兹边将拆掉的夹板和绑带 丢入垃圾桶内 边活动了下左臂道 一般海盗的挑衅 就是辱骂 而我不同 是有针对性的辱骂 这必须掌握大量的情报和留言 对你想挑衅的对象 有足够的了解 只有这样 才能仅用一句话一个动作 让他失去理智 被愤怒烧掉脑子 他顿了一秒道 就像钢铁 你骂他是狗屎 骂他的父亲 母亲 或者船长 都不会有一点用处 但是 你只要做出这么一个动作 并赠送一个单词 他肯定会变身成 眼睛发红的公牛 说完 达尼兹双手按腰 做了个顶胯的动作 极其蔑视地低喊道 婊子 好想打他 不愧是挑衅者 果然 钢铁麦为题 有那方面的倾向和嗜好 克莱恩松了松下一时 捏紧的拳头 这才叫专业的挑衅 达尼兹摊手总结道 如果遇上野兽 怪物 或者失控制 无法沟通的家伙 我能主动散发出 让他们增悟的感觉 这属于非凡能力 拥有这种非凡能力的人 不是特别能挨揍 就是特别能逃跑和躲闪 很显然 一属于后者 克莱恩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达尼兹终于不用顾忌 左臂的伤势 心情颇为愉快 自顾自右说道 其实我设置陷阱也很厉害 可惜 你不同意我狩猎钢铁 麦为题的方案 克莱恩控制住 想抽动的嘴角 平静回应道 你还有机会 什么机会 达尼兹好奇问道 为类似钢铁的非凡者 设置陷阱的机会 你对一 我帮你介绍 克莱恩露出了笑容 达尼兹一下说不出话来 他很清楚 对一个不怕枪击 不怕剑射 不怕火烧 不怕水烟的家伙来说 陷阱往往是无效的 达尼兹甘笑了两声 扭头望向窗外道 天气放晴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卡维图瓦那条蛇彻底死了 克莱恩恩恩了一声 未作隐瞒 达尼兹吐了口气 犹豫了吓道 不管怎么样 经过这次的全程大搜捕 很长一段时间内 应该都没几个海盗 赶来拜亚姆了 这里面肯定就包括 血之上将 你和船长狩猎他的计划 可能不得不因此中断 苏尼亚海那么大 很难找到一支 刻意隐藏了行踪的船队 而且 他们还能去迷雾海 狂暴海 北海 吉地海 如果那么容易 就能在大洋上 干掉一位海盗将军 教会和军方 肯定早就完成了 还是尽快让我回 黄金梦想号吧 达尼兹付匪了两句 放心 我有办法 而这将是你的工作 克莱恩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船长的意见是什么 他已经花费12磅 从福尔斯那里 拿到了无线电收报机 只是因为之前 忙碌于海神的事情 无暇顾及这边 尚未将他从 会晤之上的杂物堆里 转移至现实事件 与此同时 正义小姐 和盗调人先生的款项 全部到账 克莱恩的身家 一下膨胀至 7085磅加5金币 这样的财富 足以在任何地方 买下一个偏大型的 产出丰富的庄园 如果不是要复仇 要找到返回地球的办法 我已经可以退休 克莱恩略感 满足地想着 船长的意见 达尼兹挤出笑容道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 船长他们 应该已经进入500海里范围 可以尝试降临一室的了 但你知道的 航道并不绝对安全 海盗们更是必须足够地小心 得时刻注意 不被军方和教会的船只给带住 为此经常需要绕圈 我认为再等一天 使用降临一室更好 免得浪费精力和材料 嗯 克莱恩没说行还是不行 转身走向了惯喜室 他决定 今天再次出门 寻找另外的真实扮演的机会 看着格尔曼 斯帕罗的背影 达尼兹无声吐了口气 我肯定得先私下和船长联系上 说服他让我回黄金梦想号 才能当着你的面 使用降临一室 格尔曼 斯帕罗是个喜欢外出的人 我有足够的机会和空间 哼 他不会是喜欢逛街吧 达尼兹撇嘴想到 离开海浪教堂后 阿尔杰 威尔逊若有所思的 直奔雷尔夫贸易商行 找到了正在看报纸的老板 他很清楚 眼前这正装 打领结 戴眼镜 很有风度的中年男士 是一个资深海盗 暗中支持着反抗军 虔诚地信仰着海神卡维图瓦 有什么事情 我们的幽灵船船长 雷尔夫放下报纸 右脚敲至左腿上 悠闲笑道 他是个私生子 父亲是拥有鲁恩和福萨克 两国血统的冒险家 母亲则是本地土著 他靠着坐海盗起家 之后转为黑白通吃的贸易商人 建立起了庞大的人脉关系网 在总督府 在市议会 在警察局 都能获得稳定的帮助 听到雷尔夫的问话 阿尔杰显些皱起眉头 因为对方的态度和语气 都相当不正常 这个不正常 是指不符合阿尔杰预想的状态 在他看来 海神 卡维图瓦彻底陨落后 罗斯德群岛各地 必然会出现对应的不好征兆 前程信徒们 肯定能察觉到不对 或充满忧虑 或沉重悲观 怎么可能依旧轻松自然 阿尔杰没直接提卡维图瓦的事情 呵呵笑道 你知道科瓦罗最近在哪里吗 科瓦罗就是拥有血族男爵 遗留特性的那个海盗船长 据说曾经在黑黄帝号上 做过水手 是五海之王纳斯特的外围势力 谁知道呢 但肯定不在拜亚姆 否则他已经在 前两天的大排查里 被抓住了 雷尔夫耸了下肩膀 我听说 他的船之王南边去了 阿尔杰其实和科瓦罗 有约定过见面的事情 刚才只是故意 以此开启话题 当然 他很清楚 为了躲避 罗斯德群岛海域的海啸危机 科瓦罗肯定已远离这里 被等一段时间才会重返拜亚姆 不过阿尔杰也不是太着急 因为他已经知道 月亮先生获得的是银行成对汇票 如果在期限前取出 将有贴线 损失一大笔利息 他刻意点头道 我明白了 谢谢你的转告 说到这里 阿尔杰假装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问道 听说很多地方的海神雕像 自己破碎了 他没有亲眼目睹类似的事情 但可以根据教会的文献卷宗 做一定的合理推断 在不少殖民岛屿 在南大陆诸国 类似卡维图瓦的尾神 被七大教会干掉了 何止一个两个 他们死亡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早有相应的记载 雷尔夫坦然点头 是的 有这样的事情 但这并不是坏消息 他的表情一下变得狂热 因为神已重现于大地 有了新的形象 神已重现于大地 有了新的形象 阿尔杰目光一直 只觉这记在情理之中 又出乎了他的意料 从风暴教会的反应 他可以肯定 卡维图瓦已经死了 那现在回应信徒的 又是哪个海神 联系之前的判断 他迅速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这是愚者先生的化身 他借助海神卡维图瓦的陨落 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可以将力量透出封印 直接影响现实世界的身份 这才是世界来到 拜亚姆的真正目点 愚者先生真是大手笔啊 阿尔杰隐蔽地吞了口唾咽 安纳住了内心的激动 蔚蓝之风旅馆内 还未出门的克莱恩 看见对面的爱尔兰船长 递过来一叠现金 这是你们的报酬 总计100� 他没提格尔曼 斯帕罗得多少 烈焰达尼兹拿多少 只说了总额 具体怎么分配 是对方内部的事情 军方还是很慷慨嘛 克莱恩按道一声 结果那跌后后的现金 本能就要抽出两张5磅的钞票 丢给达尼兹 他万步沉了一下 最终没有表情地 多抽了两张10磅的钞票 格尔曼 斯帕罗还是很公正嘛 比公正的爱尔兰更加公正 达尼兹惊喜地收下报酬 只觉这段时间干别下去的钱家 又得到了填补 望了眼穿着崭新衣物的格尔曼 斯帕罗 手拿船型帽的爱尔兰 斟酌着问道 风暴教会那边传出消息 称半夜在教堂门口 贴不告揭露拉蒂西亚 和海神卡维图瓦问题的人士 烈焰达尼兹 你认为呢 他盯着达尼兹的眼睛 等待达 达尼兹甘笑了两声 我不认识他 克莱恩沉默了两秒道 我替一位死去的冒险家 到西米姆完成心愿 这被他们轻松解决 返回拜亚姆后 我去反抗军那里购买物品 发现他们竟然将圣剑摆了出来 并且有两位中序列的非凡者 守在那个小据点内 我只接触了那把圣剑一下 就差点被疯狂地意志入侵 当场失控 他们还在通缉拉蒂西亚 克莱恩说的全部是事实 但非全部的事实 不过据此也足以推断出 不告上的内容 即使王国军方和风暴教会深查下去 也顶多在挖掘出 格尔曼斯帕罗 也许能改变模样的事情 爱尔兰认真听完 叹息笑道 以后有这种事情 不用半夜贴不告 可以直接来找我 这能让你们获得更加丰厚的奖赏 他站起身 边戴帽子 边对达尼兹道 我听说烈焰的悬赏金又要涨了